他的狗不在了 想我帮他做这份吊牌 留一个随身的纪念 还记得你手长大的时候 我就把你抱回家 每次我去上课 你就会呜呜大叫 直到我上课回来 慢慢的我也习惯 每次出去都会待着 之后 我们都是形影不离 你也陪我度过了 整个迷茫的大学时光 突然间 你的年龄变大了 最爱吃的麦当劳 也一口都不怕 在家里满地大小便 我没有怪你 你不用自卑 你也不用愧疚 因为我知道 你是最乖最乖的我 因为你不是故意的 只是因为身体快不行了 希望你们原谅我 没有好好跟你告别 或许我们会用 另一种方式再见 我们也永远会继续等你 因为你永远是 我们家庭的一份子